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七年到七五年时代在香港长大的话 你一定听过Joe Junior的歌 我们非常高兴今天Joe Junior可以抽时间来接受我们的节目 Hello Annie Joe 非常非常高兴 你好 你好 很开心 我也很开心 我首先要跟大家观众讲一下 除了是这个节目主持人 我也是安律自在处的行政主任 今次就自私一点点 因为我们做完这个筹款的晚会这么成功 每个人都听Joe Junior唱歌唱得这么好 我都趁这个机会 趁Joe还没回香港 我请他来我们26台华人重刊接受 和我们谈谈谈 Joe 谈谈67年是你差不多最红的时期 是什么 我67年那时候 其实我1966年录了一首歌 没有什么人认识我 是 接着67年初 未过一年之前录了一首歌 叫做I Gotta Find Cupid 刚刚的时间就流行Agogo 是 一流行Agogo 人家就喜欢这首歌 就问是谁唱的 又卖得很好 接着唱片公司 转席唱片公司 叫我快点准备下一首歌 是 就选到另一首歌 第二首歌 一会儿我们的观众非常有眼福和耳福 Joe会为我们唱这首歌 但是讲这首歌 讲一下红到什么情形 立刻灌入这首歌之后 是1967年11月出的 跟那首大碟一起灌录的 出了小碟 一出就已经上升了第一名 第一名 接着呢 我打算一两个星期 谁知道连续七个星期第一 就没人破了我记录 没人破了你记录 那就很开心 那他一路第一个时 唱片公司一路跟我灌录另一只 我第一只就是大碟 就是销量最好的那只 叫做Effective Joe Jr. and the Effective Joe Jr. and the Effective 那个大碟的名字 叫做Effective 就是你拿着手的那只 我给观众看一下 是的 Joe 这个是1967年 是的 中间那个是你 中间那个是我 红色衣服 那个是我 是的 那你这对band 红了多久 Joe Jr. and the Side Effective 共录了两个大碟之后 他有些要去俄国读书 逼着我自己一个人 出来继续唱下去 对了 即是六七年播了Hisa Heart之后 是的 直到那对band 就 我们都一起唱了 都合作过两个大碟 两个大碟 那你总共出了多少碟 其实 小的那些 我们叫做45寸的那些 45寸小的那些 小的那些 一只歌一变 是的 那些是18只 大那些 六只在这个保黎金 另一只在另一个 第一间唱片公司 总共七只大碟 七只大碟 即33算那些 那从六六年开始 唱到哪一年开始 就比较 又香港的口味又转了 不是很听英文的 哦 七几年开始了 即七尾 其实 其实有起有跌的 当名字跌的时候 我一直都很平稳的 跟着去 有时参加創作比赛 在75年 我试过参加一个 創作比赛 一个朋友写一首歌 给我听 就是自己作的 我说好 我帮你唱 拿不到什么三名之内 但都拿到第四名也好 起码那些人就见回我 那首歌也有六只唱片 七五年出了唱片 又是 是哪首歌 When you sing When you sing 是的 那之后 你一直继续唱歌 还是在哪一年开始 你又开始拍戏和拍电视剧 自从我一直继续下去 慢慢慢慢 想搞起我的名字的时候 就会碰到一个很好的经理人 是 我的经理叫Rose 她就帮我接了很多东西做 慢慢有机会再出一些CD 但是CD是唱一些我以前冠络的歌 是 可能那些人就 一听到你的歌 很熟悉 其实是哪一个歌声影响你成为唱歌 哦 那回到我十三岁那时候 其实我十岁已经站在班房门口唱歌 十三岁那时候我就加入了一个 choir 是 那些歌 诗歌班 就很喜欢唱歌 我听到Paul Anker唱的Diana 我很喜欢这首歌 我整天学她唱 是 唱到走板 又唱到快的头 又走了 那时候很小 十三岁 我跟妈妈说 我第一天一定要做歌声 我要学Paul Anker做歌声 去到美国出唱片 我不知道香港有唱片出的 那时候小时候 以为那些唱片是在美国出的 妈妈说 什么都不管 总之你读完书 读到毕业 你做什么都不要紧 很努力读书 读到毕业 等下一个书 唱到现在 那你唱 小时候你在天主教学校读书 是的 姓Josephs 是的 天主教 我从小都是天主教的 那一路唱诗班 那什么时候开始出去做演唱会 不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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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就业等到书班 有些班找我玩 业余去玩 玩一下玩一下 有人请我来唱 在nightclub 一个星期唱两次 唱玩一下玩一下 有一次就 我最开心就是 有一次就 有一阵乐队在英国 叫做Searchers 他找不到 就是 supporting guest 问我喜欢不喜欢 当然是喜欢 就是客串 是的 唱一首歌 由那里转成唱给公司 看到我 嗯 他觉得我站在台上 又扔手又扔脚 那么有趣 又唱得好 那时候 多谢多谢 他喜欢 让我试一试 那就是 就由那时候开始录 《I Gotta Find Cupid》 就录我第一首歌 第一首歌叫《Once Upon A Time》 1966年 那就没有人认识我 自从录了《I Gotta Find Cupid》 就开始认识我了 那你那几年 又自己作过一首歌 哦 哦 打后呢 就是 我作了一首歌叫做《A Letter From Susan》 是因为我认识到一个女孩 小时候很有趣的 好爱 她给了一个灵感我 咦 作一首歌 那我又看看 对面有个油桶 那时候香港有很流行的 寄信的油桶 咦 《A Letter From Susan》 那听人说 以为Susan是我女朋友 不是 其实Susan是一个很甜蜜的小妹妹 就作了个小歌给她 哦 你作给她 是 接着录了唱片 录了唱片 是的 其实你有没有 将自己十八个小碟 七个大碟 全部的歌改为CD 有 就不用我做 有些很好的朋友 很忠实 很喜欢听我唱歌的歌迷 全部给我 我全部有了 全部有了 我有空就拿回来听 有空就回忆了 我是一个很喜欢回味 那些开心的东西 是 千万不要想到不开心的 想到开心的东西 人都精神一点 真的 很开心 你其实现在在香港居住 但是其实你每一年都来 美国探望你妈妈 其实我家全都在美国 家全都在美国 我回来一定要跟妈妈做生日 带我回去 有时有些慈善互动 在那边都要我帮忙 那我就尽量逗留帮她 做好一些慈善互动 跟着就回来 又帮她 看参访市 可以做到一些 看一看 就出了分力 是的 但是不止美国 现在你加拿大都非常红 是的 我将会飞去加拿大 在7月20和21 有两场 是Joy Junior 個人演唱会 唱足两个钟 好 好 我们现在休息一会 回来跟你讲一下 多伦多和美国的表演 多谢 各位观众 我们现在休息一会 再见 再见 好 嗨 嗨 嗨 そijuana